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3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方家伟 太鲁阁族的年度盛事,太鲁阁族感恩记忆文化活动 因为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今年是改以感恩祈福以及音乐晚会的方式来进行 30号是在崇德国小来办理,也邀请到了原住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一将拔鲁厄,县长许真卫,立法委员高金树梅,孔文吉等人 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太鲁阁族人一起来共襄盛举 太鲁阁族年度盛事蒙盖巴里太鲁阁族感恩记忆文化活动 今年度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改以感恩祈福以及音乐晚会的形式来办理 计刑下长王美哥表示,虽然目前谢鲁厢仍以防疫为优先 但还是要调整活动办理的方式 结合线上直播的方式让全国各地的主任们能够看到秀苑乡亲 走过疫情一脉之后 仍以坚振的活力再努力推动太鲁阁族文化以及产业发展 我们不过稳定的scen 我们不 Pandora中午 while能办 versoге 我们中午加关于家 我们 Actually要在国际上来 我们也 Bring it up 我们 jo20年簽 coming飯 对撰物来 attracts 现在学中也感到现场共同祈福 并表示原文化的传承是主人们共同使命 更是历史长河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历史的传承是相当的重要 我们的族语用这个族语来讲话 另外我们的圣歌也用族语来让大家一起来共同来吟唱 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感动 而且让我们的文化能够透过罗马拼音 让我们的语言能够传播出去 在爱的领域里面 每一年的马甲巴黎舞力都会参加 也看到今年我们特别感谢我们自己的信仰 我们的神 今年是新冠疫情非常艰困的一年 尤其在秀人 但是我们真的把它守护住 因为有你有我有大家 现在我们可以表示一年一度 等会儿巴黎太陀格主感恩基礼活动 活动精神主要是让主人们体验 主线的传承文化智慧 让太陀格主的后代子孙 有实际体会文化记忆的机会 2021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导致乡亲生计受到严重的影响 首先在全国各界的协助之下 以及秀人乡亲 统新协力的防疫努力 很快的秀人乡亲就恢复原来的生活 秀人乡亲也在场代表秀人乡亲 感谢所有帮助过秀人乡亲的机关团体 以及三星人士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